大家好 这是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亚太商信我是静贤 今天头条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再次引起了全球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的关注 那么今天在中企协级 中营香港主办的论坛之上 来自内地香港 以及菲律宾的各界嘉宾 就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之下 各地区的发展机遇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 与中国银行香港 14日在湾仔会表公新 举行中国对外投资趋势 与香港的角色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高峰论坛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内地近年对外直接投资 增长速度加快 在199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 年均增速超过四成 而在内地企业借助 一带一路机遇走出去的过程中 香港也能借助 抄起联系人的角色 满足内地多样的集资需求 2015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 全球第二 创下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新高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超过4万亿美元 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对外投资 将继续快速增长 论坛上菲律宾财政部长 多明格斯也表达了 东盟国家对于中国一带一路 合作机遇的期望 特别强调在基建方面加大投入 将会有助菲律宾重塑经济发展形态 并因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降低目前的贫穷率 这些投资者在我们的 infrastruktur 会让我们的经济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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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菲律宾是一个历史 我们需要更加达的较适的较势 来支援经济的活动 在投资的较势 我们期待在较适的较势 我们期待在更加达的较势 创下更加职务 和更加达的行动 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香港能够提供相对良好的风险管理服务 那么其中也是包括提供各种保险 再保险以及对冲的产品 同时也能够提供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 亚台第一位是孙雪奇 刘小布 好 今天主播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香港财经评论员曾渊昌博士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林曾博士 好 我们来看到马上就要来香港 回归20周年了 那么在来临之前 我们也来好好地回顾一下 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 香港可以说是收到了很多的大礼包 像这个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 还有像这个深港通 护港通 包括马上还要开通这个债券通 但是您觉得说曾博士 以香港现在的科技 文化 以及经济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香港能不能够消化这些大礼包 能否来提升香港的一个经济的竞争力呢 科技呢就还谈不上 差一点 香港的科技还是比较落后 比内地落后很多 但是金融水平还是比内地强很多 而且是这个国际第一流的这个水平 所以在整个一带一路 以及将来的任何一个发展 香港都可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金融也跟其他一些专业行业的挂钩 比方做法律会计 因为金融也离不开法律跟会计 那海外很多国家 他对中国的法律不熟悉 那如果中国跟海外任何国家 要签一个合同 那有什么协议 那要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为标准 那海外国家完全看不懂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这个负责人 也很不清楚海外的法律 所以香港成为一个很良好的一个中间站 变成一个仲裁厅 因为香港的这个普通法 是海外很多国家都熟悉的 而香港回归也20年了 那回归20年就使到内地 也有很多法律专家 对香港的普通法的认识也相当的深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内地或者海外的国家 都会很愿意 就不妨用香港的这个普通法 来作为这个合同的一个基础 所以香港在这方面 可以扮演很强的这个角色 这也是一国两制 带来的一个特别好处 其实香港您刚才有提到说 在之后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一个角色 再在说到这个香港的港元 跟这个美元联系汇率挂钩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内地和这个香港的互联互通 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说 在之后慢慢的可能再过五年十年的话 会看到人民币有可能会取代港元 您觉得有机会吗 看你怎么样定义叫做取代港元 也就是说不再有港元来用人民币 那当然有这么一天 也就是说当人民币可以完全自由兑换 而且这个汇率也自由浮动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人民币取代港元是有它的这个可能性 不过我相信就算在这么一天 中央政府也不一定会选择人民币来取代港元 原因是港元跟美元挂钩 挂钩有什么好处 挂钩就是你拥有港元就等于拥有美元 所以就让香港继续维持在这个一国两制之下 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港元 那持有港元等于持有美元 所以也就是说对中央政府来讲 任何的一个投资 在香港的投资就等于是美元的一个对冲 所以你只要持有港元就是持有美元 那您看刚才您有提到说 要消化这个大礼包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香港是有能力的 但是唯独在科技方面是差一些的 但是其实现在政府也是大力的来 鼓励这样的一个科创的事业 但是为什么一直都发展不起来呢 因为没有人才没有学生 香港因为过去几十年 中学毕业生最好的那一批 都去练医科练金融 所以最好的人都在当医生 还有在金融界里面找工作 没有人去练工程 没有人去练科学 那这当然也是因为香港 这么过去这几十年 这个工业北移 那北移的结果就是香港没有工厂 那没有工厂你当工程师 没有工作做 没有工作做 所以变成香港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大学的工程学系收不到很好的学生 只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勉强维持下去所收的学生水平就不高 因为如果你不勉强维持下去 那连教授都没饭吃 所以这个最珍贵的还是这个人才 所以这个科技发展不起来 所以如果香港真要发展科技 就要从外头找人才 要开放人力市场 那之前你也提到说 因为在这个工业发展初期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这个厂是北上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香港地区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厂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也看到有一个现象 一个经济模式叫做前电后厂 那么确实也带动到了 香港的GDP的一个上升的 那么现在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区域模式 就叫前台后市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 比如说把这个香港所有的好的 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 一国两制的这些优势 可能集中起来 但是我们也现在看到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关于香港的这样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它这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有没有可能会被取代 或者说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内地很多企业 他们也可以直接跟海外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海外的政府来直接的联络 您怎么来看这一点 不会被取代 永远不会被取代 只要一国两制仍然在 为什么永远不会被取代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普通法 就是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普通法 在普通法就使到香港能够扮演 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仲裁的一个角色 还有香港的港元 香港的港元使到这个 特别是来自美国 因为美国的美元基本上还是全世界最强的货币 任何人如果以美元为一个出发点 就是他的投资以美元来计算 他还是喜欢港元 因为港元跟美元挂钩 所以他没有这个外汇上的风险 如果他转成了密币 他有外汇上的风险 所以刚才你所讲的这个内地每一个城市 都现在都可以直接到海外去投资了 那或者说不只是投资 各种各样的往来 所以很自然的 香港以前是什么世界第一大海港 现在就第二也没有份 第三也没有份 第三地市也没有份 恐怕将来就排到实名位都排不到 但是无所谓 香港不是要靠这个海港为生的 香港可以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 特别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 金融 法律 会计这方面的发展 还是有无穷无尽的 香港还是有独特的优势 对 那刚才也提到说 香港有自己独特优势 那其实在香港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 类似像港铁这样的企业 其实也是受贿很多的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是否应该来投资一下 或者是长期持有这类的股票呢 对 港铁本来就是一个 很不错的这个股票 港铁不断地在创历史新高 你看现在恒整指数两万六千点 跟当年的三万两千点 还有一个距离 但是港铁早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这就是说明说 那港铁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企业 而它的这个墙主要还是因为 它的这个累计它的这个经验 所以你看现在港铁也参与了 内地的一些不少的地铁的管理 新建 港铁现在也甚至在考虑 就是跟内地的这个铁路公司合作到海外 去搞一带一路 然后也继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特别是到海外一些比较跟西方国家 比较熟悉的国家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铁路的这个安全啊 制度这些他们不打放心 因为他们的印象中 他们一直以为中国很多厚 但是他们都知道港铁是很强的嘛 所以如果港铁跟内地的这个铁路公司 合作到台外去参与这些工程的这个投标管理 那我相信机会也会很大 那对港铁有好处 对内地的铁路公司也有好处 当然我们简短来说 例如像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 其实澳门跟香港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大 澳门就是一个娱乐场所 澳门将来就是会打造成为一个 就是国际知名的这个娱乐中心 那香港就是金融中心物流中心 所以澳门还是以博彩业和旅游业为主 博彩跟旅游 不过当然这个不会完全依靠博彩 依靠博彩 百分之百依靠博彩这个也不很健康 那病人全部到澳门去的都是赌徒 所以澳门将来会走的方向 就是博彩家旅游 那什么叫做家旅游 就是可以一家大小都去玩的地方 而不是几个赌徒互相的地方 澳门也要有探寻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 好 谢谢曾博士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上座休息 待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